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207集 陈思思一咬牙终于认命 转身就要逃离这儿 等他完成了冤魔之主的任务 便能突破到圣界 到时候再来斩杀上官汐儿也不迟 嗡的一下 他身形一晃 身形竟然变得朦胧起来 要离开这儿 想走 给我留下 但是 上官汐儿怎么可能甘愿让陈思思离开呢 他燃烧本源 头发飞舞 再度地催动起了金刚镯 甚至不怕惊动这里的猛兽和灵律灵德 也要将陈思思给斩上 轰的一声 晶莹的金刚镯抱涌起来 闪电般地砸到了陈思思的头顶 狠狠地砸落了下去 住手 这时 一道身影骤然地冲了出来 轰隆的一声 一股强大的魔器席卷开来 抵挡在了金刚镯的身体 轰隆的一声 那魔器直接被轰爆开来 可金刚镯也被稍微抵挡了一下 陈思思立即就抓住了机会 离开了攻击范围 可是那个人影却被余波一下子轰飞了水 摔倒在地 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师父 陈思思震惊地看着来人 这突然冲出来的正是混魔宗主 思思 果然是你 你没死 混魔宗主看着陈思思 眼神中有着喜悦 师父还以为 你死在了冤魔秘境 师徒重逢 真是感人 上官汐儿混步走了过来 语气中带着嘲讽 我的好妹妹 什么时候居然会这么关心徒儿了 可真不像你啊 妹妹 陈思思瞪大了眼珠子 骇人看着混魔宗主 上官汐儿 你不能杀思思 混魔宗主咬着牙站了起来 嘴角溢出了鲜血 目光冷漠 欺然地惨笑 你终于突破圣经了 姐姐 你的愿望终于完成了 可是 为了完成你这愿望 你做了多少恶事 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吗 哼 执迷不悟 上官汐儿 吃笑了一声 这个世界 弱肉强食 为了实力不择手段 不应该是每个人都该去做的吗 就如你 我的好妹妹 你为了找我报仇 成为了混魔宗主 手上染的鲜血还少吗 这之后就教训起我来了 混魔宗主没有言语 骗口才冷了 你不能杀思思 为什么 上官汐儿好奇了 因为思思是他后代的女人 我绝不会让你杀他的 混魔宗主 冷声 上官汐儿愣住 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一般 哼 我说呢 我的好妹妹什么时候学会关心人了 原来还是为了她 连她的传人你都要关心 你的爱 是不是太卑微了一点 上官汐儿可笑地看着混魔宗主 自己的好妹妹 太可悲了 她或许还不知道 她所说的她的传人 其实就是秦晨自己 可惜她还不知道真相 如果等她知道了真相 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师徒两个竟然喜欢上一个男人 真是贱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上官汐儿真想看一看 如果上官婉儿知道了真相之后 会是什么表情 可是 她没机会 陈思思她是一定要杀的 谁阻止她 她就杀谁 上官汐儿皱眉 扫了一眼四周 刚才这里的战斗动静太大 得速战速决了 死 想到这里 上官汐儿再度出手 一出手便是权力 侯妹妹 如果你敢阻拦 我便先杀了你 费了变强 我连风少语都敢杀 连上官古风都敢杀 多杀你一个也不算什么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上官汐儿争鸣说道 目露疯狂 轰的一声 与此同时 金刚卓化作了天罗帝王 将陈思思和幻魔宗主 瞬间包裹 你竟然杀了上官古风 她是我们的亲姑姑 上官婉儿惊怒地说道 身体冲天而起 思思 你走 你想死 我承担你 我承担你 上官汐儿目露争鸣 狠狠地攻击了下 师父 陈思思怒吓一声 身形一晃 骤然地抱住了幻魔宗主 嗡的一声 下一刻 她的身上光芒一闪 远处陡然射来了一道恐怖的魔戒 一下子将她给包过来 嗡的一声 陈思思和幻魔宗主 顿时虚化了起来 瞬间消失不见 轰隆一声 上官汐儿的攻击 击落在了虚空之处 发出了惊天的轰鸣 但是陈思思和幻魔宗主 却已经消失了 怎么可能 上官汐儿目露镇静 到手的鸭子竟然飞了 对方究竟怎么做到的 该死 先离开这里 上官汐儿不敢久留 身形一晃 也是骤然消失 而在她消失后不久 一偷偷圣静的蟒兽 被战斗给吸引了过来 纷纷地掠了过 嘖地下 这些圣静蟒兽的后方 一道人影也悄然落下 正是秦晨 秦晨小子 小心一下 别惊动这些蟒兽了 大黑猫出现在了秦晨的身边 提醒了 你放心 我还没那么傻 不过这片峡谷 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蟒兽了 秦晨的脑海中有着疑惑 他前世来到这里的时候 可完全没有看到有这么多的蟒兽 否则他也能活到现在 真不知道你前世是怎么进入这个峡谷都没死的 大黑猫 无语地看了一眼 秦晨 两道身形隐匿在虚空 悄然地靠近之前战斗的地方 这里就体现出了大黑猫可怕的空间噪音 哪怕是在这峡谷中飞掠 也是十分的轻松 引发着空间的波动 竟然完全不会被这些圣境的蟒兽所感知到 联想到之前 看到大黑猫身上的诸多禁制和封印 秦晨若有所思 大黑猫的来历 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可怕一些 哭的一下 片刻之后 两个人趁着这些猛兽散去的机会 悄然落在了之前战斗的所在 这里刚才有人战斗过 看到现场狼藉不堪的样子 秦晨眉头一皱 虚空中还残留着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 让他一下子感知到了 这里显然是有刚刚战斗过的 不对 这气息 哭着 秦晨的脸上流露出了震惊之色 因为从这战斗的气息之中 他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魔道气息 这股魔道气息和秦晨在 冤魔秘境传承中感悟的魔道气息极为相似 难道是思思 秦晨脸上立即露出了惊怒之色 如果之前是思思在这里和人战斗 那么思思现在怎么样了 秦晨立刻将秦魔从乾坤造化雨碟中放了出来 秦晨和分身虽然共同共享有感悟 但是秦魔毕竟是寄生种子所化 也得到了冤魔之主的传承 对魔道的感悟更加清晰 果然 秦魔一出现 秦晨立刻就感受到了一种共鸣的感觉 这绝对是冤魔之主所掌控的魔道气息 一定是思思 此刻秦晨又惊又弄 此刻他已经明白过来了 之前在这里战斗的绝对只有陈思思一个 他心中立刻焦急万分 秦晨也得到了冤魔之主的传承 自然知道在冤魔之主的帮助下 陈思思必然也能够轻易突破到半盛巅峰的境界 但是 冤魔之主为了将陈思思放出冤魔秘境 是绝不可能让陈思思感悟到本源力量而突破到盛景 因为魔道也是大道的一种 没有任何的属性 若只是感悟魔道 那么雷霆之海还不会有什么反应 可一旦得到了冤魔之主的本源气息 突破了圣界 那么陈思思绝对不可能离开雷霆之海 一旦出现在雷霆之海之中 就会被雷霆之海给复命 这么一来 陈思思的修为 岂有可能还是半生巅峰的境界 可进入这里 全是天界的高手 如果思思遇到了天界的高手 那么以他半生巅峰的修为 还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吗 一时间 秦晨心中心急如焚 秦晨小子 你先别着急 这里应该没人晕落 此时 大黑猫的声音响了起来 目光闪烁 这里似乎有三个人的气息 而且全都是修炼魔道气息 奇怪啊 魔道气息 秦晨心急择乱 这时才反应过了 仔细感悟 果然感悟到了三种不同的魔道气息 上官夕尔 其中上官夕尔的气息 秦晨瞬间分析了出来 可是上官夕尔不是和天界高手在一起吗 怎么会单独出现在这里的呢 而且秦晨能够感觉到 上官夕尔的那一股可怕的气息 分明就是圣经的气息 上官夕尔突破圣经了 秦晨大视一惊 在结合上官夕尔单独出现在这里的事实 秦晨瞬间明白过来 上官夕尔极有可能已经对天界的高手动了手了 除了上官夕尔的气息之外 秦晨在这里还感知到了另外一股气息 这股气息是混魔宗主 同样是魔系 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混魔宗主是通过魔媚心识 才突破到半生境 和陈思思身上的冤魔之主的魔道 以及上官夕尔的一魔族魔道气息 都是截然不同的 十分好认 混魔宗主怎么来了这里 此时 秦晨的脑海中 莫名回想起了 风少雨临死前所说的那些话 上官夕尔有一个孪生妹妹 叫上官婉儿 当初一直陪自己的 其实是上官婉儿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的话 难道说 这幻魔宗主其实就是上官婉儿 当年自己所爱的那个人 其实是上官婉儿吗 秦晨浑身一震 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去深究这些 可是当他仔细去想的时候 心脏莫名的砰砰狂跳起来 但是随即 秦晨的目光变得冰冷起来 不管当年陪着自己的是上官夕尔 还是上官婉儿 不管风少雨和上官古风 所说的是不是真的 都和自己没关系 就算陪着自己的是上官婉儿 那他也是当年的始作俑者 隐瞒自己的感情 一直欺骗自己的人 对上官家族秦晨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秦晨现在担心的只有陈思思一个 可是他又不能任由天界高手继续深入 如果真的被他们找到了天舞大陆的本源 并且将其给破坏 那么天舞大陆就彻底完蛋了 这些魔器消失的地方似乎在那个方向 秦晨抬起头 目光一闪 隐约的能够感觉到 之前在远处的一股魔器萦绕而来 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看样子 只有和分身分开 让秦魔去找思思 以秦魔的圣经修为 单独一个人离开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而本体和大黑猫在一起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秦晨瞬间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当即 秦魔身形一晃 沿着魔器消失的地方悄然地追踪了过去 而秦晨则继续沿着峡谷小心翼翼地伸入进去 这次秦晨加快了速度 而在距离秦晨数千里深的峡谷深处 灵律灵等人 激动地看着前方的一个山包 身躯激动地隐隐颤抖 这平缓的山包上没有任何东西 只有一株一掌高的灰色树木 这个树木没有叶子 也没有树枝 与其说是一棵树 不如说是一株诡异的植物 这树木的顶上结了三颗青丝的果子 这些果子四周萦绕着一丝丝的道运 仿佛岁月无痕悄然消失 这三颗青色的果实 远远看起来十分的不起眼 可若是灵魂力量落在上面 立即就能感受到无尽的沧桑岁月 此刻灵律灵几个人 都贪婪无比地盯着这几枚果实 神色中充满了激动之色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岁月盗运果 看着这三颗果实 灵律灵瞪大了镇静的双眼 这种果实 他们在天界的传说中曾经听说过 像极了传说中的岁月盗运果 岁月盗运果 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果实 属于传说中的盗果 所谓的盗果 就是蕴含了天地盗则的果实 往往都是最顶级的领养 而岁月盗运果更加的特殊 那是蕴含了一丝时间本源的果实 只有在时间规则无比浓厚的地方 才会孕育而出的一种盗果 这种盗果一旦被武者得到 便能感悟到其中所蕴含的时间规则 虽然这一丝时间规则无比的细微 但是时间规则乃是天地间最为至高的规则之一 哪怕只是感悟到极其细微的那么一丝 对一名武者也有巨大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